姐姐, 先告訴我們 電視台打算報道我們鳳鳴居 用了地溝油, 是不是真的? 現在這件事怎麼樣? 有沒有解決辦法? 不用的, 不用緊張 剛才我已經跟嬌姨、軒仔 和Samuel談過 我們會在電視台 還沒把這件事報道出來之前 自己報警 說有人收了回用 進入了不合規格的油 所以這件事完全不關鳳鳴居事 不關天朝事 姐姐, 那這個鑊哪有什麼? 你不要跟我說是你 誰叫我這件事全都是我的名字簽的 不是我鑽給我夠資格嗎? 爸爸和大哥知道這件事嗎? 他們沒理由無故要你鑽這隻鑊 不, 我幫你找媽媽和表哥談 搞什麼?玉耀 你敢暴警拉大了 我們連兄妹都沒得做, 聽到嗎? 放心, 聽爸爸打給我 他跟電視台談好了 對方會抽取一個專題 不會報道新聞 怎麼樣?現在姐夫發脾氣 他說如果你不交給他 你清楚這件事 聽不懂得無情說 那怎麼辦? 你聲音吶吶吶吶在他們面前 都說見不到我 現在姐夫氣成這樣 看看下了一堆火 我自然會想辦法回家 你死定了 你有沒有找姓卓那個? 事情搞得這麼大, 他也有份的 早上找了他, 他叫我什麼都別承認 他自己說得好樣子 男人弄著我 弄得大妹差點坐牢 整件事這樣 姐夫不生氣, 劍莫打枉我 怎麼會放過我呢? 我不知怎麼收拾 現在大妹都沒事 畢竟我們親戚一場 或是他拿了一口氣, 會不會沒事呢? 別說了, 心煩死了 你先回去吧 總之收到什麼風, 打電話給我吧 那你記住聽我的電話 給我找清楚廚房 看看還有沒有用剩的油 一滴不可以留下來 還有, 爐頭的工具全部給我洗一次 雪櫃裡面用油膠的食物 全部給我丟掉 你倆, 兩瓶的油搬到 康記的大貨才在等著 不是, 大軍 你和我們倆一起去倒油吧 俊明, 罪下一定會眼觀四明 以聽百方 絕對不會被任何可疑的人偷拍到我們 姐夫不是還見過伙事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怎麼了?又見死了嗎? 不是, 這裡交給兩個處理 我一定要少著一辦 是呀, 明天他們去天朝開會 看看收到什麼風, 你就信息我吧 對了, 不跟你說了 九老爺, 坐著就要贏, 打著就要棄敵 你說呢? 跟我回去 你幹什麼?好像審法一樣審我 如果我早就知道油油有問題 就算一毛錢也不用 我也不會回到自己的店舖用這麼笨 你不然身有事嗎? 事情爆出來, 你會玩失蹤? 什麼玩失蹤? 我就是擔心整件事 我才去了深圳道兩天 你以為我真的去著草嗎? 我去找一些行家, 問清楚底細 看哪些人這麼壞, 想在背後弄我鳳眠區 舅父, 你的油是從哪裡進來的? 我們一向都不是光顧開過那間油廠 泰哥, 我昨天問過幾個行家 他們都沒聽過魏兄這間油廠 你是不是被人騙?誰介紹你 你這個泰哥不騙人算偷笑 無緣無故換油廠, 我不信你沒作數 你這麼說, 姐夫 我老公也是老闆之一 我老公幫店裡進去便宜的油 都是為了幫店裡省錢, 有什麼錯? 不, 我也是鳳鳴居老闆 你現在鳳鳴居入了一個大股東 我那些做生意的人 當然要做好盤數給人看 這裡開源節流, 你懂得鐵嗎? 我怎麼猜得到 這個蛇仔明會介紹這樣的油廠 給我才行 誰的蛇仔明? 阿熊的叔叔和表哥 我以為熟人可以信得過 誰知道原來熟人是信不過的 是嗎?我和鼻爭 不斷找人出來認了就行了 姐夫, 你真的每次都咬我 我知道了, 你一隻二隻 想烤我這隻, 是不是? 這樣叫一家人嗎? 有事就把我放上桌子 我早就聽到這些油 平時大節我也會懷疑 所以我問我大妹 大妹在那裡簽了個名字 我問軒仔, 軒仔就簽了個名字 你現在有事, 整隻死貓要我吞下去 這麼公平嗎? 舅老爺, 大小姐問也不問 就簽這個名字是因為八個字 疑人物用, 用人物疑 這句話, 信任自己的親人 又何錯之有? 我徒弟姓德溫順, 沒說過要簽名 就算要在這個口罩頭上牆 他也會異話不說照做 因為他對舅老爺, 你推心自覆 你倆打我功了 連你們倆也想挖我一份嗎? 好, 老婆, 我的舅舅是放在你那裡的 拿出來, 讓他們盯大眼睛看清楚 讓我有沒有貪過鳳鳴居有好處 舅舅在這裡 我們每個月除了一份糧 其他一個崩也沒有拿多的 你看看… 我就不信你擔心不偷吃 真是沒有壓力的 爸爸, 舅舅說沒就沒了 對不起, 舅舅舅母 我們只是不停問問而已 我明天會上天朝 跟他們說我貪便宜, 入錯了些油 風叔也跟我說不會追究 他也是循例問而已 這次就當我教訓, 下次小心點 晚了, 睡覺吧, 好嗎? 對了, 這樣就好了, 一家人沒事就好了 大妹, 我明天和你一起去開會 跟別人解釋就沒事了 好, 今晚不要睡得太早 調整鬧鐘, 明早早點叫我起來 舅老爺, 你說謊 我說什麼謊? 他說什麼謊? 舅老爺說沒找過鳳鳴居有好處 這句當然是謊話 我拿過餘興和三張單 分別是七月十八號、八月二十六號 和九月十七號 單號是四四五二三三 四四五二四八和四四五二六九 三張單單加起來 舅老爺總共是賺了八萬三千二百四十元 阿波, 你說什麼? 我什麼時候賺了餘興和的數字? 二大, 別讓他停, 繼續說 前兩天我和大小姐去餘興和拿貨 我問過他們的伙計 他們說舅老爺早兩天 一次過清掉所有欠款 那問舅老爺, 錢從何來? 老爺, 若然我沒有猜錯的話 那八萬三千二百四十元 就是你進入所謂地溝油 得回來的報酬 阿波, 你在說什麼? 你拿下單單就會記得嗎? 你當自己是檢查 大妹, 我說你家人也不相信我 你會相信這個外人? 怎麼相信你? 阿芬, 把剛才的單單拿出來 阿芬, 我要去餘興和辦清楚 我就不相信你沒有拿一號紙 拿出來吧, 怕你拿出來 姑姑, 不用拿了 我相信舅舅, 你們知道阿波的 一天到一刻不是上網 就看書、看電視 一天失禁都是在腦袋上 記錯東西也不奇怪 不是, 姐姐, 阿波記性很好 記性好不能記錯東西嗎? 阿波, 你想清楚嗎? 你有沒有記錯? 我想清楚, 我是記錯 幸好大小姐一言驚醒夢中人 最近在追劇集 一時把情節弄得亂了 舅老爺, 剛才多多得罪 我現在向你陪個筆試 行了…不要看那麼多電視 什麼… 說記錯電視劇情那麼疑氣 一定要查清楚 爸爸, 你別這麼多心 總之這筆很簡單, 一個人都說 自己人不會害自己人 是不是? 對了…當我多心, 早點睡吧 明天我們去開會, 你別跟著你 明天你開口按住你 你自己說吧 走吧… 阿熊… 阿熊, 有沒有見到阿熊? 舅奶奶, 怎麼了? 有沒有見到我女婆? 舅奶奶去了打馬吊 今晚很晚才回來 阿熊, 剛才你在下面看見的是一場戲 是我們叫老爺和三小姐 一起引你上來的 你們來玩什麼? 你們三小姐加上一千以上 有什麼好玩的 舅老爺 請說小人夢犯 我大哥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若然你不老實回答 你不用支援離開你的天台 不用支援離開你的天台 好, 你不讓我離開 是嗎?我打三條狗 騙告你的非法禁錄 來, 不讓我離開 舅老爺, 只要我知道我想知道的答案 我就會把你的手提電話 雙手奉還給你 好了…別浪費我的時間 問吧… 我希望舅老爺告訴我 究竟誰指使你幫鳳鳴居 最近有問題給你 就跟你們說過, 你們忘記了嗎? 是我貪心, 貪小便宜 我信除了阿熊的親戚 所以入贖了一批有問題的油 你聽清楚吧 給我一個電話, 來 舅老爺, 黃天在上 希望你本著你的良心 不要再隱瞞想害鳳鳴居的主謀 舅老爺, 知錯能改也未違反 究竟那個主謀是海人 你們煩煩一點 問來問去, 重複又重複 好, 我再說一次 是我笨, 信除了人 入贖了一批有問題的油鳴居 行不行?清楚了 關你三分差事嗎? 還給我們電話 鳳鳴居被迫關門大根 朱老爺還有可能受老肉之苦 若然你現在告訴我誰是主謀 我們還有機會扭轉乾坤, 平反敗局 我免得跟你說這麼多廢話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喜歡把電話賣掉也好 丟爛也好 好, 我買了一副新的 我跟大妹說 在你三個份量裡扣 幹什麼? 你幹什麼?放我下來 你幹什麼?放我下來 舅老爺, 背頭是岸 懇怕重複去舅老爺 大軍, 你敢說放我下來 你恩賺了我陸地, 你是滋死 我們大明的人 對待主子, 者猶豫父母 來到現代, 大小姐就是我們的主子 得罪主子者已經受懲罰了 你身為國靠營, 敢加罪金一斤? 你幹什麼? 大哥要將你治罪 此乃我們大明十大號營之一 放天燈 獸刑者會被壓止五門城樓頂 從樓頂襲下 這裡跟城樓的高度差不多 我相信很快就跌到你下 放什麼天燈?傻瓜 殺人不犯法, 大軍, 放我下來 柳老爺, 你不用怕 閉上雙眼, 很快就過了 我們現在開始用刑, 人 大哥…這裡不是明照 沒力沒私營 大哥, 我也是無辜 我只是被騙 很高, 很害怕 三… 不要, 大哥, 不要握手 我說了, 我說了 太勝出了, 我叫我入你, 不如有了 你爛掉了, 我們的關要進去才好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頻道 Like這條影片, 按下鈴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